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坚守性别平等交易的立场 其实委员很清楚的讲到 很多的建议都是他四年前已经说过的 这一次是再次重申 比如说他就会说政府不能够只是消极的 比如说在网站上或是只有目前的澄清 其实应该要积极的再提出更具体的解决方案 让社会在这件事上不要变成私立 不必会人去谈性 谈所有不同的性别气质性倾向 才能够落实确保每一个同志学生 甚至每一个学生的权益 那今年委员也有个意见是 针对同志学生 政府和学校应具体的保障其权益 避免其排解和歧视 那其实这个在四年前就有重申了这个意见 可是其实许多的青少年同志 他们的处境也是持续的不被看见 并缺乏资源 一阵子高雄的瑞翔高中就发生生命教育要融入性别教育 却被反同的家长而且还是外校家长恶意打压的状况 那这一些的反同人士用家长的名义到处去干预教师的专业 以及剥夺学生的受教权益 一反在学校里面好好落实性别平等 教学生如何尊重他人的老师 却被恶意的骚扰及提到 那学生领域上的公民课程 生命教育综合活动健康健康与体育反而却被临时停止 而且甚至会有提到说不能再提保险套之类的荒谬的言论 而在今年这些反同团体甚至推动了禁止在学校内实施同志教育的公投案 而这公投案就是要所有的学生不能再正确的认识同志 大家是想在校园里面如果一个名词是不能理的 学生会怎么看待 那他会成为一个如何嘲笑的词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学生要如何面对自己 而更荒唐的是这些反同团体居然将这公投案讲成是爱家 将这种伤害台湾下一代的公投案讲成是爱家公投 这不是很令人气愤的事情吗 他们也在CEDAO审查的记者会上 或者是这些会议里面呢 他们假妇女团体跟性别团体之名一再的提出不实的言论 不断的强化妇权及刻板印象 那甚至是移花积木将网站上面的一些截图呢 曲解变造作是教科书的内容 一再的攻击许多友善的出版社 甚至是我们友善的教师 那这些就具有宗教背景的团体呢 裴品称现在的性敌教育是不适离的 但事实上台湾的课堂及教科书都是依据课程概念 和学生的发展阶段做出的专业的教学设计 从热线同服务青少年的经验当中 其实看到的学校教育里头 其实是严重缺乏包含同志面向的全面性教育 跟情感教育 那近年因为反同团体的打压呢 导致现在我们已经推行多年 只是基础理解同志教育课程的内容 是被删减或是被削减的 那这些都是让原本已经缺乏相关教育资源的 青少年统治陷入更加艰困的处境 那无论从这次的CIDO的结论新一件 或是去年儿童确定公约的审查 结论新一件第六七点跟 金社文第二十二号一般性意见 其实都可以清楚看见 国际公约专家要求 台湾政府应该要积极的回应 青少年统治的处境跟需求 保守团体 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们的发言其实已经实质 在伤害台湾的性别平等 怎么说呢 第一点 他们一直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家长身份 认为他们的家长身份 可以垄断在台湾教育现场 所有家长的发言权 但是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台湾早就已经有上百对的同志家庭 他们也跟他们一样养育自己的子女 一样关心台湾教育现场的状况 一样希望孩子受到最良好的性别平等 以及性教育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一次结论新一件当中的第29点 其实审查委就有针对近年以来 就是仇恨性言论在网络上的散播这件事情 提出他们的意见 特别是针对女同志 双性言跨性别 双性人等等 这些弱势的群体 多人弱势群体 他们在网络上 其实一直不断被攻击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在近一年来 他们会一直被攻击吗 可以想一件事 在今年的法头公投当中 他们借用宣传自己公投的名义 所以不断去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他们反对同志 因为同志本身 他们就是反对 所以更不应该在教育现场当中 让同志可以被看见 更不用控制多元奖品 政府花了非常多的资源 非常多的时间 大概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准备来写这一次的国家报告 明天团体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一样的在写 所谓的名字报告 积极的回应 可是这一次在审查会议上 我们看到的是 虽然政府好像门面上 很重视这件事 做了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报告 或是开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 可是事实上 在国际专家 他特别针对台湾现况 询问的时候 他问了很多具体的数字 我们的政府完全答不出来 甚至答非所问的 告诉委員说 我们都有公布在教育部的网站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叫委员自己去看吗 非常的荒面 然后委员进一步 他也不是只有问到 LVTI学生在学校的状况 他也针对所谓的性教育部分 问了台湾的状况 同样的 针对台湾的这个非预期怀孕 性病的部分 保守团体提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数据 委员就进一步的追问 这是台湾现况吗 结果我们的政府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回应委员 最后只说 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统计 我们以后会做 各位 这不是一个政府应该回答的 这一次的西岛委员以及主席 申慧秀女士呢 他就是主要负责教育的这个点次 那他在听了 他在提问的三个问题 然后听了教育部一连串的回答之后 他就表示说 政府的回应没有理解问题 而且他明白的说 他对于政府的回应 非常的不满意 那如果今天的审查是第一次 那我们会觉得政府他情有可原 因为他在学习 他还在接收很多的资讯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从2009年西岛的第一次审查到现在 已经9年了 这9年间 台湾已经经历过两公约的两次审查 CRC CRPD的初次审查 以及西岛的三次审查 这个是第7次 第7次的审查 而每一次的审查跟结论性意见 性别拼的教育 完全没有被忽略 每一次的审查都有提到性别拼的教育 比方说在西岛的上一次的结论性意见 第一点就提到 政府应该要确保 学校落实性别平等教育法 要求学校针对基于性倾向 及性别认同而被边缘化 或被歧视的学生 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保护 并促进其权力 而且要建立定期的监督跟 呃 呃 解释的机制 来让这个性别教育可以有效的一个进行 所以台湾政府跟教育部 不是第一次知道国际 人权公约审查的一个重要性 很久年来 台湾政府跟教育部 竟然在 呃 校园的性别平等教育 因为部分 宗教团体 还有保守的教育团体 影响之下 在立场上有所动摇 那 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就是刚刚 C-Done委员在第44点跟45点 又再一次的呼吁台湾政府 以及教育部 你要采取措施去回应 现在因为宗教 家长还有教育人之间的这些冲突跟攻击 必须要采取措施 随着饮食的变化 媒体的快速发展 每个孩子身心发育的时间点差距越来越大 即使在同一个年龄范围里面 他的发展需求也很可能不一样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原有的年龄区分的课程以外 应该要让现场的教师有更多的弹性 让不同需求的孩子 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学习和协助 提供每个孩子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前辈知识 是很重要的 欧盟在性教育的标准当中 明确的说 孩子在发展阶段中会遇到的问题 在未来的会发展到的问题 应该要提前一个阶段来教导 因为真正的教育是帮助孩子 为即将来临的发展阶段而做准备 在各式各样的教育 或者是公共卫生的会议专业会议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反红团体 自己声称自己是医疗专业团体 是公共卫生的专业团体 是效率上面平衡的团体 以真假参犯的有味科学资讯 正在入口中 所以我们要求政府一定要拿出间谍力 不是被写成白纸黑字的资讯 都是正确的资讯 所以我们要求 这是第一点我们对于政府的要求 第二点是我想要呼应的是 结论新意见有关于国家人权机构的这个部分 在台湾费用国家人权机构的这个运动 已经持续了20年 那这一次的SIDO国际审调委员 特别强调的是 在台湾由于司法机构 不愿意直接释用人权动约 来替包括同治权力方面的 权力侵害的问题 也积极在司法上面取得救济 而台湾虽然能够办SIDO这样的国际审查 可是在台湾 权力受侵害的人 却不能够像其他的SIDO缔约国一样 在穷地内国法的程序之后 沿接向联合国的SIDO委员会 进行个人申诉去取得权力的救济 SIDO委员会要求台湾政府 必须要进度成立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 能够为包括父权以及同志性别 在内的种种权力侵害 建立一个更好的救济机制